3 sedan hi 大家好 我是aida-baa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前天有拍一支双弱庆典 有跟大家介绍 即将要出来的莱拉这个卡词 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一名英雄 来跟他组队 那这名英雄,我们该怎么来做一个选择 今天,我就会用我们现在已出的英雄 按照各职业大约跟大家介绍2到3名 我觉得在现在比较好用的英雄 什么叫做比较好用呢 就是在装备副本 还有我们的打龙 打泰坦 还有PK战 或者是推一般副本 都算是出场率比较高的 记住 不是说他真的是非常的强 因为有些角色他可能在PK很强 在推图一点都不强 或者是说有些角色在推图很强 但PK几乎就没看到他 这样的角色就不会被我做一个选择 因此大家要先知道 这次跟大家推荐的范围跟条件是在哪里 当然只有2到3名的话 一定会有遗珠之汉 那也请大家就做参考就好 因为毕竟这个是我玩了七八个月 我觉得比较好用的 供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么我们现在就到我们的这个角色的图鉴好了 我们按照职业 每个职业推荐2到3名 那么以战事类目前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最好用 而且出场几率比较高 在PK场上也蛮常出现的 因为我们这个卡词是领主不包含 还有限定的角色不包含 所谓的限定角色就是 以前要250抽的 几乎你都不能放在这个词里面 跟我们刚刚的莱拉一起做一个抽取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目前比较好用的就是资历特 跟这一只奥曼 那如果假设你这两只都有了 然后没有瓦尔基拉的话 我会建议你直接用瓦尔基拉 如果你这三只都有的话 然后你需要给这些英雄去做觉醒 那么我会觉得就是奥曼跟资历特 你可以选一只 因为这两只不管在打龙、打泰坦、打副本、打装备副本、打地下城 其实都还蛮好用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来看一下 这个守护者 守护者的话在这个游戏里面其实是蛮重要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紫色神坦 奥拉格 所以变得在守护者这边 我个人唯一推荐就是布洛基尔 他是属于非灵组类 就是一般的英雄里面 我觉得生存力蛮强大的一只英雄 而且他本身也有可能因为觉醒的关系 可以给对手做一个冰斗 带有控制的一个能力 那么守护者的话 我个人不会觉得说有其他英雄说 是一定要必抽的 他这边我就只介绍这一只布洛基尔 其他的就是 不是都很推荐 就是不是很必要 按照这个就是up词 就是配合莱拉 然后你选一名英雄的话 我个人是极度 极度不推荐 不推荐守护者 就是说你可以选其他职业 就是不要选守护者 除非你是真的真的没有冰坛 你真的没有这一只 然后其他职业你都有了 你才来选 如果你其他职业还都有缺的话 其实并不需要急着把它抽出来 那么接下来是射手类 射手类的话 其实值得抽的英雄非常多 但是这边 我个人觉得可以跟大家分的是两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我现在介绍的 你都有的话 那你只是要觉醒 我个人呢 就会建议你抽希拉斯 跟小丑 因为这两个从绝三开始 人力都会做大幅的变化 希拉斯的绝三呢 是有两名射手以上 可以加15%的一个伤害 那么小丑更是比较强悍 他可以让他的这个 狂乱真理的时间 最长可以延长到30秒 那他狂乱真理呢 其实是他蛮强大的一个能力 给大家看 就是他的终极技能 本来是效果是30秒 那你现在就可以持续到60秒 然后鬼牌呢 因为觉醒1的关系都变成大鬼牌 所以他的伤害度就会大大的提升 那你要这两个觉醒 最主要的是你的哈叔跟机器人 就是赛特拉姆都有的情况下 你才来让这两只觉醒 如果希拉斯 小丑 还有哈叔 跟赛特拉姆 这四只英雄 你有其中一只没有的话 我都会建议你 优先把这一只抽出来 而不是先觉醒 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这一只法师 法师的话呢 我个人主要就是推荐三只啦 那这三只呢 主要就分为攻击性跟辅佐型的 以攻击性来讲的话 比较优秀的就是我们的科美特 科美特 他真的是目前群体攻击蛮优秀的 那另外一只就是我们的女王 那维尔纳你要抽的一个情况下 最主要就是你有希拉斯 你才来抽他 没有希拉斯 没有办法把羁绊做一个打开 那么其实就蛮吃亏的 你就宁愿先去抽科美特 那么女王他本身的话 跟科美特虽然都是群体攻击 可是人力上面还是有点不一样 女王的强悍在于他的必杀技 有机率把血量低于一定程度的小怪 直接抓死 那么这个再打一些石化 就是没有办法很容易打死 这种石化怪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好用 所以这两只呢 我会觉得算是法师类比较强的 那如果假设你这两只都有了 但是你需要一只辅助类的法师 我个人呢会建议可以抽别希普 因为别希普呢 他有非常优秀的缓速能力 而且呢最重要他是会激励 他的这个黑暗威人 他可以激励自身范围内 就技能范围内的友军 获得如果是等级满的话 是50%的激励 这个的话呢我自己有测试过 他的激励在同样装备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他是比武女带来的激励 可以增加的伤害是比较高的 他唯一输武女就是在他的补血上面 他没有办法 但武女还是可以 可是他能缓速 武女不能缓速 所以这一只其实 如果真的有一些场合 你需要有配合给对手做一个缓速 然后呢又不方便放武女 因为可能可以上阵的英雄不多 那他同时可以带缓速又激励的话 而且他本身又是诅咒类的法师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别西服我觉得我自己有抽中他 在目前使用上面真的是非常好用 尤其是给我们的其他角色带来激励的加成 所以这三只呢 按照他的性能不一样 我有不一样的一个推荐 那么其他的就是属于不是说一定要在这一次急着抽 抽出来 那么接下来是伊斯类的 伊斯类的话呢 我个人就是推荐 素人跟这个卡赫利安 卡赫利安的话在目前台服走到现金大约快开服八个月 他的重要性其实是蛮不可取代的 尤其他的这个灵魂之和 可以让我们受到这个灵魂之和的队友 受到致命伤害的时候会进入不灭的状态 就是不会死 这个呢是所有捕师都没有的一个能力 在PK场上或在地下层副本中 都是属于非常优质的 所以这一支呢一开始没有很看好他 只是后面呢是真的是越来越好用 那素人的话呢 我主要就是在于他的一个回怒能力 是目前最强的 所以如果假设 你这两支有一支没有抽到的话 其实都可以让另外一支来配合一起抽出来 那蝴蝶的话因为 我觉得他的技能跟素人有点点像 他并没有像卡赫利安有不灭的状态 不灭真的是很特别的能力 所以我反而是蝴蝶没有急着要 反而是要求卡赫利安 好那么这样的英雄跟大家介绍之后 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啊 那你介绍这么多 那比如说这十支 那哪一支为优先呢 因为每个人抽到的一个角色不一样 我只能说在这个游戏中呢 战士为优先 因为战士可以适应大部分的地形 不管是PK啊或推图都是不可或缺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射手 你战士都有了 接下来就看你的射手 那射手呢 我觉得应该是排名第二 你要考虑的阵营 那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捕师 捕师 我们的坦克如果不够硬 其实捕师够厉害的话 其实是可以补血 而且捕师所带来的一些光环能力啊 不比如说进化啊 或回怒啊 或不死状态 都是非常优秀的 我们自己的一个buff 所以我会觉得 法师是排第三 那排第四的话 是我们的法师 法师因为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他不管是群体攻击或单体攻击 有时候可以被某些射手 去做相关的一个取代 不能说不行 比如说在单体攻击的话 我们的小丑就是魔法攻击嘛 那在一些特定的场合 其实他的一个出征呢 可以取代一些我们法师的一个上场 那么所以因为法师的某时候的位置 可以被射手取代 那他的杀伤力呢 又没有射手就是来的即时性 我讲即时性是 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中肯的回答 但是法师的范围伤害 确实是比射手强 只是说在两厢比较上的时候 射手在一些副本地图的一个出场几率 往往会被我们当成主攻角 而法师呢 更多的像是去协助攻击的 辅助攻击角色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呢 他就是排在第四 最后呢 才是我们的坦克 才是我们的坦克 所以你可以按照我这样的一个顺序 去做一个思考 然后再看这样的顺序排下来 你哪些角色是已经抽到了 哪些角色是没抽到 那再从这些没抽到的角色去判断 它的优先程度 是我刚刚在介绍的哪一个等级 这样呢 你就可以更好去做相关的判断 因此呢 我们今天的影片 就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个是我玩了大约七八个月的一个心得 我是爱大爸 觉得今天影片还不错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